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昨天晚上很深夜跟大家播出了一段 《平515》 《柳西良》的辩词 很多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也都希望大家 我不是一个演员 我不是一个演员 我不是很懂在这个地方 如何去包装自己的东西 我只是很多东西想清心直说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也都大家喜欢看这个节目的原因 也都可能是这样 希望我自己都提醒自己 和魔鬼搏斗 不要变成魔鬼 和共产党搏斗 不要变成共产党 和刘世良去对质批评 不要变成刘世良 我也希望这种做法 就是死抱面子 死不悔改的想法 至少我自己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地 深切 警惕自己 以后也不能变成这样 以前不是 现在不是 以后也不能变成这样 这个是 人性很容易滑下去 另一个方向 就是这样 那 我想 如果花这么多时间 如果它是一个 fabricated 的 story 那就是 你会失望 如果 这个不是 fabrication 那我会觉得 就是说 why not on the very first day 你将这些东西讲清楚 然后你讲给大家知道 你的原因就是说 你要留什么情面 我真的看不到你的情面 在哪个地方 说到 乔叔要问你拿十万架子 说到乔叔先出书 要问你 你要去南祖道拿版权 说到有人 打电话 知要你外父 这么难为情 原来你忍了这么久 又愤怒了这么久 原来不给花圈给人家 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 你讲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 有些说法 我觉得已经是太超过了 就是 在人情 忽然是有个问题 在这个 道理上来说 你都完全是转移着焦点 本案焦点 在法律 OK 两层 民事侵权 我上一集讲得很清楚 至于刑事上有没有偷东西 或者是诈骗呢 就是有没有这个 这个 财经 财产犯罪行为 这一点 有待去确证 但是我想 从各方面的 华尔 很多人的合理华尔 是依然存在的 包括我的财内 你说这个合理华尔等于诽谤 那很奇怪 OK 我希望澄清就是 这个USB去哪里呢 是不是 跟着这些照片又去哪里呢 是不是 那么更重要的地方是 你有没有抄外人的东西呢 是不是 究竟你有没有 涉及到嫖蝕 抄蝕呢 这个更基本的问题 而你的抄蝕 是不是整个 由一开始 那个故事 就不是 乔叔漏你出版 而是 深刻你想出版 之后呢 问 南华早报有关决呢 为什么这件事 你由始终 都不将这件事 说清楚 现在515先说呢 好了 我当你515先说 Late 不代表你不存在 是吧 但是你想想 这件事 有没有涉及到 一个呢 精心策划到的一个 欺骗的scheme的问题 以这个华尔 你不可以认为 你合理华尔 都不行 你是谁啊 秦始皇 习大大 习猪头 人家合理华尔 之后呢 将他说出来 这个不是涉及诽谤 希望呢 公运评论 Fair comment 你看任何国家的诽谤 L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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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诽谤 都是说到 人家最基于事实所说的 公运评论 很重要 人家不需要完全符合事实 都可以这样说 那我都劝语了 这班这样的铁粉 我不想说所有他的粉丝都是铁粉 是一小撮人 一小撮人 不是所有人都是铁粉 我想你不要搞错 我想他们很多人都是受害者 我说过 我第一次已经说过 受害者是三代人 一个乔叔 一个蓝祖 一个就是这班铁粉 那一班粉丝 粉丝来说 我想是很少数是铁粉 那我想要搞清楚就是 当你去护主 护教 护你的偶像的时候 你想一想 究竟是不是人家说一句批评的 华尔的都不行呢 而更重要的是 人家的怀疑 如果建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 即使turn out是错的 都不是构成诽谤 这个公运评论 尤其我们做评论的 做新闻的 更加基于这种做法 李家超都不会指着我头 讲话 啊 这件事 什么什么 而为什么刘世良 为什么有这样的 什么叫做 所有对我诽谤的人 我会采取法律行动呢 习近平都不会这么说 你这么说 哇 这么有趣 这个不是松起降 或者叫做 这个不是strong 这个叫wild 这个wild和strong是两件事 strong 你就找到证据 就告人 没有证据你就收声 OK 你可以也不收声 可以继续说的 可以做评论的 但不会在这里 谁去冤枉我 我会告你的 保留法律追溯权利 我说得这么狠 哇 真的挺有趣 这个是不是不懂做人呢 这个不是不懂做人的问题 是做人 你怎么做人的问题 OK 我们讲一些 比较实际一点的消息 我也讲过了 《消息的档案》 在5月16日 连续发了两篇文章 OK 这两篇文章 是将一些事实 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事实 透过罗恩惠导演 是写得非常详细 那么很多人 就未必看文章 如果有看文章的话 那当是一个温固滋身 没有看文章的话 就可以用听的 可以看这个video 知道文章讲什么 更多事实呈在眼前 那之后我也会做一些简短的分析 第二篇文章叫做 《以茶醉为名》 《虚导读者签书会》 这个就呼应了我昨天 即是在晚上说的一点 绝对没有签书会的出现 第一点 中乔互助会当年曾经帮乔叔 赞写侵权声明 去2024年5月7日 不者收到来自中乔互助会 前出版部编辑寄来的电子邮件 当中附上陈乔先生 在2017年8月26日 去他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 编辑代为赞写的声明初稿 内容充分表达了陈乔知识上书局 2017年7月以他的名义出版 《镜头下的历史》这本书的憤慨 这份未经律师进一步审订的声明初稿 是中乔编辑部人员 在2017年8月26日 聆听了乔叔的意见之后代他赞写的 陈乔强调没有授权任何人或组织 采用他的新闻图片作出版用途 他由筆点名指上书局镜头下的历史 属于盗用版权 应即时停止销售及宣传有关图册 并与销毁 陈乔及中乔编辑部都一直以盗版 来应用刘世良2017年7月出版的《镜头下的历史》 乔叔听闻尚书局 要以他的名义扮图片展览 也明确要求停止 这个当然在515刘世良的变词里面 当然也讲到这个所谓的 即是 就是香港记者协会的摄影展 和记协无关 是密切的场地 但由于 他刚刚讲到 涉及到 这个 即是有人 有人 滋扰他的外父 搞到 刘世良很生气地说 于是乎 就不再和陈乔协商任何事 这个 就 信索性 这个索悦的 这个摄影战 都不再放下去了 他说 聂德堡是完全知情的 不过聂德堡从来都是潜水 没有出过来 他说整个事件的关系 尤其他和陈乔的关系 已经变质 所以才显花 他说如果日后有这个法律诉讼 他已经有证据 到时就会提出来 他说 给封例事 审回给乔叔OK的 但是要他承认这个 偷窃诈骗 或者偷想要做赔偿 他万万不可接受 他可以息事宁人 赔不赖封口费 或者叫做离事封给你 没问题 封口费不是他说的 离事封 息事宁人 他说的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那大家说得可不可信呢 是吧 那 无论如何 他的说法是这样 但按照这个消息的档案的说法 就是说 乔叔叫他不要出版 不 别出版 不止不要出版 一、不要出版 二、不要扮图片展了 最后就无办到图片展了 但又出版 继续出版 继续卖 那 羅恩偉導演在1995年至2000年的時間 曾經在溫哥華生活 出任新時代電視、新聞部和公共電視部助理新聞總監 負責紀錄片的部門 在本地建立了廣泛人物關係 當今年的4月19日宋別喬叔最後一程的時候 遇上了兩位前中喬的編輯 都是這次侵權事件的知情人士 也是老朋友 當這個案例引發廣泛討論後 他們主動找出當年陳喬授意 未刊登的聲明給羅恩偉參考 並告知事成的始末 他與兩位前中喬編輯 談起喬叔性格 都說是一位與人為善的老好人 還記得2017年他回港探親並賀壽 一位素未謀面的吳先生 找喬叔參與長者拍攝計劃 表示項目採訪了50位80歲以上的長者 講到追夢 陳喬仔緊湊行程中答應參與 2017年10月13日 訪談就在理工大學進行 完結之後 還有一位羅先生 將尚書局 有一位羅先生 將尚書局的鏡頭下的歷史 給喬叔要求簽名 喬叔也差點答應 記住的時間是2017年10月13日 當時已經生氣了 即是你將這本書拿來給我簽名 差點答應 所以我有一個感覺 一個直覺 我也希望劉勢良和他的支持者想一想 當日 劉勢良拿出的這本書 可能是他2017年出版這本書 是吧 喬叔可能一直都不知道你出書 或者你知道出書都沒見過那本書 他在酒樓上 即使有人 是找這本2017年的書 找他簽名 他真的不以為 這本是2006年的作品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九成半都是一樣的 這個老人家 你要他 Stay Agile Stay Vigilant As Always 我不是說 喬叔是什麼 心智有問題 精神有問題 不良衣行 不辨事 根本上沒有辦法去辨識 不是說這件事 你要一個九十歲的老人家 跟我們現在一樣 那個靈敏程度一樣的話 我想是荒謬 就算我們這些人 人家將自己好像 生得像自己的一本書 有生外面的照片 要簽名的 不如有渣 不如就簽名在上面 絕對有可能 虧過一次 不想虧第二次 17年的10月13日 已經是市隔了幾個月之後 有人想 再偷這本書 羅生 想偷這本書 給陳喬簽名 陳喬也差點 答案 陪同的女兒 陳麗娟 提醒的父親 這本是盜版書 不能簽名 於是他作罷 為人設想 正是喬叔的性格特點 他認識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個老好人 陳喬 是中喬知心義工 經常為中喬拍攝撥動花絮 現年九十歲的作家 朱普生 筆名阿農 4月9日 就在《星島日報》專欄 以歷史見證人 悼念陳喬 阿農 我以前讀中學時 有些課外書 都有他的作品 他說 喬叔走掉 溫哥華社團活動中常見 背著相機 義務攝影 大家熟悉的新聞攝影家 一代宗師 陳喬安祥離世 享年九十六歲 雖然是名人 總是身處台下 社團活動對他來說是小彩一碟 不會出現什麼搶眼球的畫面 他答應了工作一定有課交 刊登在報章的社團版 肯定不會有記者到 社團會刊等等的地方 所以他是默默工作 默默將無暈 有行信必果 而且是一個相當誠實的老好人 前中橋編輯部的編輯告知 2006年陳喬三十載新聞圖片錄 《鏡頭下的歷史》出版之後 中橋是將攝影集的藍本 blueprint 傳放在USB交給陳喬 他說 喬叔受劉細良欺騙後 來到中橋求助 這個證詞 就是前中橋總編輯部的 編輯說的 喬叔受劉細良欺騙後 到來中橋求助 欺騙 是他說的 喬叔受劉細良欺騙後 來到中橋求助 他們草耳了被侵犯版權聲明 並交給喬叔跟進 畢者知道 喬叔曾經期望 中橋出面和尚書局交涉 只是最後社團管理層沒有進一步協助 老人家也因為能力和種種考慮 沒有將他發表 所以不能夠說喬叔在生時沒有表態反對 以下就是陳橋2017年8月26日的聲明傳聞 我多次給大家聽聽 最近香港一本名為 《鏡頭下的30年的圖冊》出版及發售 署名陳橋 內容全部採用本人歷連採訪拍攝的新聞圖片 以及加拿大溫哥華中橋護助會出版的同名圖冊 另外有組織計劃 展覽本人所拍攝的新聞圖片 宣傳及做任何用途 這句有一個注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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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聲明只是未發表的初稿 未經律師審閱 儘管用詞例如絕對版權等字眼 未必完全準確 但已足夠表示喬叔的不滿 第二點 採用本人新聞圖片出版刊物 宣傳及做任何用途 都屬於侵犯版權 需要負法律責任 第三,有關途冊屬於盜用版權 應即時停止銷售及宣傳有關途冊 並與銷毀 四,停止相關指南 五,凡構得途冊者亦屬侵權 須負法律責任 再說一次 凡構得途冊者亦屬侵權 須負法律責任 六,本人會採取法律行動 依法追究 六點聲明 烹槍有力 陳喬 2017年8月26日 我講這段話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是 即不是我講 即是我引述這段話的目的是什麼呢? 陳喬她的確不滿 而且她已經講得很清楚 結合515劉勢良的辯職中 講到2017年8月中 陳喬說粗口罵她好幾次 又打電話 又中式酒樓見面 基本上已經阻止她好幾次 我也講過 我不相信陳喬有口頭授權 扣權過給劉勢良 而即使有 在8月中這個會面 兩次 毫不含糊地 已經撤回了這個授權 這個口頭授權 早已未撤回了 口頭授權可否被撤回呢? 我們昨天晚上已經分析很清楚了 可疑 可疑 再講多次 可疑 而她已經撤回了 換言之 在該日開始 應該要停止所有的事情 正如她這句聲明說 這篇聲明 826的聲明 我想是否她跟這個劉勢良見面之後呢? 按照時序推現好像是 所以這件事想傳出去給劉勢良 但後來就是 因為各種原因 剛剛講的 沒有聲道 劉勢良是利用這件事 繼續做 但事實上 她已經知道 口頭授權也被口頭撤回了 假設有口頭授權 我不是說是有 口頭授權已經被口頭撤回了 何況我根本不相信有口頭授權 也許沒有口頭授權 沒有口頭授權的話 你出來做甚麼? 你沒有任何出書的道理 如果是有口頭授權 如果是有口頭授權 她已經沒有撤回了 那你有甚麼好解釋呢? 所以劉勢良唯一的辯駁就是 根本不需要喬叔的口頭授權 那我就拍桌了 你三番四次的節目 已經講過很多次 你有喬叔授權 然後你說 然後你又在做這個 潑口 我們不需要喬叔授權 不好意思 是要的 再講多次 是要的 為甚麼? 第二篇文章跟你講 我昨天已經分析過法律問題 我一直講過照片儲名權 治罪和其他文字的全面授權 都兩樣東西都需要喬叔授權 至少文字方面 治罪及其他圖片中英文的簡介 你完全照搬照抽 九成半以上一樣 照片基本上一張不留一樣 你只是將其中一個罪 等一下會講到這一點 仔會再詳細講這一點 你拔走 但是拿自己的地方做罪 喬叔的東西完全保留 照搬照抽 標點符號段落都沒有改 照片基本上都用一樣 我想問你 你平平理了 各位 是吧 這個和藍祖的壽棋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irrelevant 現在是2006個冊的書 喬叔的文章被你嫖蝕 很清楚 是吧 你說有沒有偷東西 這個不是偷 什麼偷 什麼是盜用版權 喬叔這個聲明很清楚 是吧 是吧 你告不到人家抓捕 人家是有根據去說這番說話的 你已經告人家誹謗 你問哪個律師 就當你多餘了 是吧 那你鼓勵你告的 我鼓勵你 有本事物告 好像粉絲 你應該叫劉西良去告人 是不是 叫我們去告他 第二 喬叔女兒 當年已經發現USB不易而非 本年4月15日 喪禮過後 喬叔兩位女兒 Theresa和Mayzie 跟筆者 組織了一個對話群組 叫喬的書 幫助筆者 即是羅恩惠 了解喬叔珍藏相片 未有授權被出版的事宜 妖女Mayzie 提供了2017年8月7日 和大姐姐陳麗娟對話的截圖 她說 爸爸今天和我說話 這個記者 即是劉西良 在沒有她的同意之下 在香港出書 三人的對話群組 喬的書中 他們提及了父親珍藏的USB 不見了 裏面除了宗喬附印前的藍本 Blueprint 還有喬叔不同時期拍攝的舊照片 即是不只印出來的照片 還有很多其他舊照片 可以直接交付印刷廠附印的 兩姐妹清點這個遺物的時候 即是找到三盒 以陳喬30 名名的光碟 陳喬編輯部交來的USB 指不逆而非 劉西良欠大家的解釋就是 究竟她出書的圖片 是如何 哪個時候 哪個比 用什麼方式 光碟 網路 USB 去取得這些照片 哪個實體的照片 我相信這些不是實體的照片 取得這些照片是怎樣來的 跟這個USB是否有關 她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是否 她說根本不存在USB 大家問 這些照片是怎樣來的 是否 她現在說到 你不見了USB 就不要指控我偷竊 根本從來沒有USB再吵 就告你誹謗 她說到 所有對我誹謗的人 我會採取法律行動 你這麼生氣幹什麼 只有 只有些很奇怪的人才會生氣 是不是 你生氣幹什麼 那你是不是可以 將這些事 講得清楚 和解釋給大家聽 你有沒有知道 USB的存在 你說沒有 你說沒有 我告訴你 做人 若要人不知 除非幾無謂 看著斑 我只是這樣說 看著斑 Let's see 即可以tromb Let's see 3.虛構的讀者簽書會 劉細良在她7分鐘自便短片中提及 同年8月11日 喬叔約外在main街 身碎畫酒店飲茶 出席者有攝影師水和田先生夫婦 有金融小說冊畫家董培生先生 和漫畫家Thomas Wong 這是劉細良的說法 同時也有訂購了這本書的讀者 我們將書交給這位讀者之後 即時向喬叔撒取簽名 喬叔幫讀者簽名和查聚朋友的照片 全部同日上載在城寨的Facebook裡 劉細良在以查聚來證明喬叔有參加讀者簽書會 所以不但知情 而且有授權 所謂讀者簽書會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不者找到當日出席查聚的漫畫家Thomas Wong去求證 Thomas是一個政治漫畫家 六十年代開始畫漫畫 外號叫救暗漫畫 Thomas指出當日他和董培生先生 在Richmond在列治民市用餐 其後到溫哥華市的新瑞華酒樓時 沒有見到讀者 更沒有簽書會 Thomas說他只是認識水和田 也將自己的漫畫書 送給第一次會面的劉細良和陳喬 這是第一次見的 這是Thomas第一次見 彼此寒圈不足半個小時 劉細良的影片出街之後 很多人就找Thomas了 Thomas就說 問我查聚究竟是甚麼事 其實我本來和董培生午餐 再開半個小時去到現場送書 和他們的查聚可以說是毫無關係 連甚麼人在場都不知道 他說那次認識陳喬之後 稍後再在藝術家聚會中碰面 他形容陳喬正職先量 只是每一次說到個人珍藏相片時 就說他曾經免費送給博物館和大學收藏 足見陳喬並不是一個知諸必教的人 Thomas形容時代變了 說話需要謹慎 如果被有心人聽了 就很容易吃虧的 這就是所謂讀者簽書會的真相 這就是很清晰的 而且我因為在貼文下面 post了很多圖出來 好了 第二篇貼文 發了第一張貼文之後 大概十二個小時之後 發了以下這篇貼文 我覺得這篇貼文 第二篇貼文更加震猴 第二篇貼文想說些什麼事實呢 就是說 傳書抄襲 即是說今時今日的照片 無論你是不是 我才不爭論儲存權問題 雖然我仍然認為 喬叔是擁有儲存權 我才不說這東西 東部南華早報有這些相片的 著作財產權有版權 然後喬叔有儲存權 我才不爭論照片問題 但那些文字呢 2006年所出現的文字呢 那為什麼你會抄了它呢 為什麼你會有呢 人家真的有什麼動機 將一本已經出版的書 中橋出版的書 拿給你來在香港再出版一次呢 又不是跟你很熟 而且加拿大的書 有ISBN的 為什麼不可以去香港賣呢 即是各位 整件事不合理的嘛 對不對 整件事不合理的嘛 沒有這樣的原因 沒有這樣的經濟財政的原因 所以我依然是不相信 喬叔是有口頭授權給劉世良 我就說過 即使有口頭授權 已經被合法地撤回了 劉世良 怎麼都站不住腳 是死定的 整個已經是玩完了 即是如果你跟法律論變來說 先為聲明 被為聲明 整個已經 Fall down Fall apart 整個聲明已經是 他整個論變已經玩完了 所以侵權這件事毫無疑問 唯一的疑問就是 是不是偷竊 或者是詐騙 OK 我就說 我先不講這部分 我先不講這部分 OK 最招侵權 第2篇文章 羅恩惟是5月16日 這篇文章 標題就是 鏡頭下的歷史 2006年中橋版 和2017年的上書局 2006年 溫哥華中橋互助會 簡稱中橋 出版了陳橋先生 喬叔30年的新聞圖片集 鏡頭下的歷史 照片的時間跨度是挺廣的 從1962年大屠港開始 一直到1992年 親歷深圳開放後的風貌 進視喬叔30年的親身見證 280張相片 全部經過喬叔嚴格挑選 然後交給中橋編輯部編制 經費由王冠淑軍基金 和李儲國醫生出版基金贊助 喬叔樂意出版時景集 原來是為中橋互助會 推展社區服務籌款 而陳橋是這個會議務攝影師 這本書的收益 全歸中橋互助會 喬叔和他的子女各獲贈 一刷上集傳念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本 但基本上沒有收益 是義務攝影師 2017年7月 尚書局在香港出版了鏡頭下的歷史 不過 無論陳橋或中橋互助會的編輯們 他們都直接形容這本是一本導版書 2017年8月26日 剛剛說過喬叔在中橋編輯的幫助之下 終於草擬了一份聲明初稿 反對這本書的出版銷售 陳橋對家洋和部分好友都提到自己的遭遇 2017年10月 喬叔回香港 更希望跟劉世良直接對話 市民記者黃勤大早前回憶 劉世良要求喬叔90歲人 親自到他位於牛頭角的辦公室商談 我都知道誰位 因為我上過去的 我都說過 那時讚國陽找我做過一集節目 我上過去的 但喬叔年屆九旬 知情者都力勸他為個人健康著想 放棄追討 在這一年 陳橋先生失去了畢生珍藏的新聞圖片 更失去了中橋編輯部交給他的USB 裏面收藏的都是直接輸出足以供應印刷中橋版鏡頭下的歷史的高清檔案 喬叔一直無法釋懷 今年4月19日 在陳橋先生的告別儀式上 筆者即羅恩惠 從遇上世紀90年代 在溫哥華工作認識的一些老朋友 原來他們是中橋護作會的退休編輯 也是侵權事件的知情者 5月7日筆者收到他們傳來的郵件 見證了喬叔 為失去珍藏照片 被擅置出版而耿耿於懷 羅恩惠近日 爬梳各方證據 又查看了喬叔 2017年 所有的電郵紀錄 所有的電郵紀錄 爬梳當然是涉及到 即是得到他家人的授權 證實了這個是這一本 以作者陳橋 命名的攝影集 喬叔並沒有收過來自 尚書局、劉細良或 鄺明宣的信件或電子郵件 就是這個問題 你怎麼會聯絡喬叔的呢? 電話、電郵、SMS Whatsapp、Line Twitter? 還是什麼呢? 喬叔這麼厲害 這麼多人認識 你告訴大家 你怎麼會聯絡他 他怎麼會找你 然後之間的東西 完全是特務 港產00 家產007 全部用電話談的 或者見面談的 沒有信件 沒有電子郵件的 再說一次 沒有電子郵件的 沒有電子郵件 有的你就拿出來 假設兩個幾三個星期都沒有拿出來 很有趣 藍本 Blueprint 在附印之前 身為照片作者的喬叔 沒看過清洋 封面設計 更加不需要說 有沒有機會重寫罪文 你想想 515劉細良的字 那個變白裡面說 他說 他問過 喬叔說 他不想 再寫一篇罪文 他要用舊罪文 這個是 劉細良的版本 這麼說 你看 這個根據羅英文的說法 Blueprint 附印前 身為照片作者的喬叔 沒看過清洋 封面設計 更加 黃論有機會重寫罪文 你要看清洋封面設計 或者問他有沒有機會重寫罪文 我想請問你 這個老人家 你一約他出來見面 確定他有興趣 帶有朋友 喝個茶 聊一聊這件事 這個正常 是不是 以前有出版社的老闆 找我寫書 或出書 都是這樣做 請問這個時間 在整個劉細良 一開始的時候 漏你出版這件事 是怎樣開始的呢 你說人家漏你出版 或者你漏人出版 他們不承認你漏人出版 你說人家漏你出版 那個時間是怎樣開始的呢 之後你們沒有電話聯絡 有 請問告訴我 你們怎樣聯絡 之後你沒有任何的 電郵 或這些清洋 封面設計 可以透過電話聯絡去搞定 當然不行 要眼睛見到的 眼睛見到 不外乎拍照 放上WhatsApp 或者拍照之後 放在Email給你 通常我認識 親居老人家 尤其九十幾歲老人家 但是 他會用Email 多過用這些應用程式 因為應用程式很煩的 經常跳 心血管都頂不住 心 這些腎上線數上升 所以很多老人家 基本上不相信是WhatsApp的 劉世良 你先說什麼 你怎樣跟他聯絡 給他看清洋 封面設計 現在就說沒有 所有這些Email 看不到 有沒有機會重寫罪文 都沒有機會 這些基本上完全是指虛烏有的事 這種有為常規 而類重重的出版流程 並不是單憑一句 口頭協議 或者電話上保持溝通 就可以略而不論的 我希望劉生能夠把這個有關面的說法 補足給大家聽 你這麼喜歡做節目 這麼喜歡澄清 一次過澄清 四二八澄清完 然後五一五再次澄清 我希望你五一六五一七五一八 這樣不斷澄清 你已經不想了 但別人真的質疑你 學你的話語 由於上述兩本攝影集 目前在坊間已經不流通了 已經不流通 羅恩惠特此將兩書若干頁面上載 關心這件事的朋友 可以一目了然 並作出合理的評斷 連串摺圖 左邊或上方是中橋版 2006年鏡頭下的歷史 右邊或下方 就是上書局2017年的陳橋影集 中間連串摺圖給大家看到 兩本分別就是180頁和188頁 06年版180頁 裏面採用了喬叔的一式一樣總共280張照片 一式一樣完全沒有改變 中橋版06年的頁面較闊 留白位置比較多 上書局的影集就像明報月刊 或者突破書字一樣是比較大的 圖片被壓縮了很多 但是上書局影集傳書內容 是有95%和中橋版一致的 連圖片說明以中英文的用字 即captions 即這些圖片說明的中英文用字 都是完全一樣的 而所有圖片說明文字都未經受決 所有圖片說明文字都未經受決 意思是甚麼呢 劉先生 你又說人家在慢慢揍你 但重點不是揍不揍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犯錯的問題 不是人家揍的速度 或者次序是甚麼問題 人家說的含合理 這些字序是藍祖的版權嗎 不是 喬叔是作者 是吧 這些文字下面的字 究竟是誰寫的呢 是否喬叔寫的 亦是中橋出版社負責編輯的呢 如果喬叔寫 你就侵犯喬叔的版權 如果是中橋出版社編輯寫的 你就侵犯中橋出版社的版權 不是出版社 中橋互助會的版權 你怎麼都會 死硬 93年 喬叔已經離開了SCMP 離開了藍祖 他不是港共執政時期的 藍華祖部的員工 你怎麼搞錯 他06年出版這些東西 他是絕對的版權 你將他整個照搬照抄 這個已經成立最基本的表面證據 是你有infringement 那你不是fair use 不好意思你收錢 你承認了你收錢的 但是一本300元 一本300元是你自己承認的 不所以說 就是 我不管你收多少錢 30元也會300元也好 這個已經不是fair use 你是一個侵權人 無疑 無疑 是嗎 那你說有沒有刑事問題 let's see 我就說 去到這個情況之後 很清楚 所有圖片說明文字都未經授權 至罪當然沒有 文章是這樣的寫 這篇文章已經沒有撤走 尚書的版是換作劉勢良 讚寫的前言 即是用劉勢良的前言 取代了孫元壯原先的罪言 然後喬叔那篇自罪 就放在這裏 將它移植到2017年本書裡 其餘編章和鋪排 上書的版可以說是完全複製了 幾乎是絕大部分的中橋版的內容 所以你不是拆分 一幅照片那麼簡單 照片或者文章自罪 或者是那個圖片說明 你可以逐個來拆 但你將2006年的版本 和2017年的版本 拍起來比較 哇燈一聲 整本是抄出來的 即是你拿了別人的光碟也好 手指也好 別人的email裡面傳的檔案之後 拿著06年這本書 照搬照抄 改一點點東西 接著打上書局的 拿ISBN 賺錢不賣 我問你 任何正常的人 你出了那本書 你會不會答應這樣做呢 譬如很簡單 Benedict Rogers 有一本叫做China Nexus 即是一個羅傑斯 在英國 即是Hong Kong Watch的人 他出版中文版 是台灣出版中文版 非常好 大家都密人手一刹 非常好 會不會有個人 未經Benedict Rogers的授權 拿了原文的英文版 都不用翻譯 還不用翻譯 在台灣改一些圖 改一些收拾的位置 文字都不改的東西 然後把自己的詞言 擺進去別人的書裡 拿來出版 不會嗎 我問你 Benedict Rogers 會不會授權我這樣做 然後錢是我代的 錢是我代的 然後Benedict Rogers 就說你在台灣出版英文書 好啊 沒問題啊 OK的 會不會這樣呢 他有什麼動機要這樣做呢 英文版的一本 我又不是做翻譯 我只是把英文版 照搬過來 沒有翻譯 照在台灣出 我想你想想 羅傑斯 或者Benedict Rogers 會不會答應呢 這是很基本的問題 你回答這個問題給大家聽 羅一蔚詢問了中橋 退了編輯門 為什麼沒有公開發言抗議 有一位知情編輯說 事實中 中橋都是受害人 因為劉細良 在他盜版書裡面 名謝中橋 被人有中橋 已經授權他出版的錯覺 但根本 中橋從來沒有跟他交往或接觸的 更大劑 沒有跟你交往或接觸的 知情編輯 大劑 即是說這些 caption 無論是喬叔寫的 還是中橋寫的 劉細良已經玩完了 那這個不叫偷叫什麼 我問你 所以你說 偷的證據 這篇文章講得很清楚 盜版 那不叫偷叫什麼 我將事實告訴你 那這個不叫偷 這叫做 就好像 丁蟹 我沒有殺死方俊生的 方俊生不是我殺死的 我只不過使得他 多重器官衰竭而已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只有人敢去推一件事 丁蟹一個 丁蟹 丁蟹 丁黃蟹 丁利蟹 一大堆 一大堆 四隻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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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人都要知道 當方箭博和寧姐 在他公屋下面 用白布條寫上紅色的字 抗議丁蟹的時候 丁蟹就沒人搞他了 是吧 圍觀的人 不出聲 你看那幕 圍觀的人不出聲 圍觀的人不出聲 很多人不出聲 很多理由 但他們不出聲只是一個原因 怯 害怕 害怕 那不就被人搞了 就算被人搞了 釘了人家就下街了 那這個丁蟹 那我的問題就是 劉細良是否丁蟹呢 是否去到這個位置呢 還沒有 他還沒有去到這個境界 他也沒有這樣的智商 勇氣和能力 格局去到這個境界 但你覺得 他們的本質上真的有分別嗎 是吧 喬叔過世之後 他們願意接受 羅恩惠的訪問 是對版權和陳先生 稱譽的維護 特此名正 這裏最重要是甚麼 這句說話 我很希望呢 這件事呢 盡快 能夠 澄清 我可以這樣說 去到今天 蓋觀論定 看完 羅恩惠導演 這篇文章 和他的圖 尤其大家拆清楚 你整十幾幅圖銀 已經可以蓋觀論定這件事了 劉細良 侵權 盜版 未經授權出版 盜版 不合法 不合理 不合情 已經是很軒移的事實 大家當日 罵這個 吸十九歲的我的 張遠亭 但人家真的停了 不會硬把這些電影 現在繼續上 未來不知道 但至少現在沒有 中大中文系 亦都停止出版 道歉 而且停止所有這些 結集一些 未經授權的 學生文章出版 這個我覺得 都要給他一個like給他 一個人會犯錯 錯意能改善莫大言 如果人人都要做丁鞋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別人對他不住的 他是最厲害的 最要面子的 法官大人 我不認除 法官大人 我不認除 我不是殺死你 我只不過是使你這個 身體有多重器官受到損傷 之後衰竭 為什麼呢 本案重點 本案重點 並不是我有沒有盜版 本案重點 並不是我有沒有詐騙 本案重點 從來都是 我有沒有經過他授權 本案重點只有一個 浪子回頭金不換 我可以這樣講 你就繼續講 我聽你說話 我只是覺得 很感謝韋家輝 拍了一套這麼出色的大時代 他講的不知道是共產黨 是共產黨的精神境界 就是中共這些蟹解蟲 精神境界是怎樣 解放軍是蟲 解蟲就是蟹 精神境界是怎樣 就是這樣 睜大眼睛 我只是說 去到今天 無論你讀多少書 幾色拋書包 有多少的粉絲支持者 有多少的點擊流量 或者流量 你其實 關鍵只有一句 不論你幾受人家吹捧 幾有面 幾有錢 幾有權力 幾有威望 幾得到人家的愛大 幾有萬民觸碰 或者不斷有人去追求 我只是說一句 都是那句 我們做所有的事 不是要得到大家的青睞 或者大部分人的認同 成為了人生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 不是民主 民意 no 我們的目標 是do the right thing 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 全謙卑自性的心 與上帝同行 與真理同行 自己要滿懷欠虛 所以我經常以這件事 作為一個很大的境界 就是說 我不希望我一天變了劉勢良這樣 你希望大家鞭策我監督我 不要成為這樣 我其實說這件事很心疼 你問我跟劉勢良是沒有牙齒人的 我不是想他死 你怎麼搞錯 我不是想他坐牢 不是想他身敗名裂 你怎麼搞錯了 我不是說 錯就要認打就站定 你擺明是錯到離譜 簡直是 還有你不經過515這個辯詞 還有羅導演516這兩篇文章的話 這個事實都沒有那麼澄明清澈 現在是完全擺清楚的 周末給你機會劉勢良道歉 你沒有 還要撐 死雞撐飯蓋 今天你繼續撐下去 煲焦水了 煲乾水了 煲焦了東西了 你還要繼續去 還要繼續撐的話 很難有人支持你 你關注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有多少粉絲流失 有多少人退訂 然後怎樣去撐住 可以沒有完全散了 因為你現在這個時間 你道歉 你那些粉絲都走了 於是你會覺得 唯一商業目的 唯一面子 有商業利益 有面子 有名譽 有所謂的地位 你會覺得這件事 我要堅持下去 錯的都要繼續堅持下去 我記得我出來做事的時候 是一間幾出名的國際律師樓 當時派外向北京出差 因為我做中國的很多商務的律師事業 大家知道我的背景 就是 是一個幫外商外資 去在中國投資 當時剛剛WTO開放 很多M&A Project 各方面的事都有 那我都陪伴這幫人 做很多Due Diligence 這些東西是我的專業 當年一輩子 剛剛出來 就是黃毛小子 就開始做這些事 那當然 律師樓隊有很多partners 很多學科人 那有些學科人 就很好的 我就跟那些學科人 學很多東西 就是會學很多細緻的東西 例如我第一集講的 那些 perpetual global unconditional irrevocable 那些 這些叫magic words 其實這些是律師的基本功 這些學校不會教的 這些是你出到社會上 你真的做律師學回來 OK 那我現在都在台灣沒有這些大學 教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 不是教政治 不是教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我們在節目上講 我教的是什麼呢 是合約的審閱 contract review OK 好了 教這些書的時候 我想回當年 我去到北京 北京有一個中國人 做partner 當然有好幾個中國人做partner 當時2002、2003的時候 即是江澤民時代 或者江湖時代 他開會的時候 教整班律師 當時我是junior 他教律師 我聽完之後 我定睛看著他一會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各位律師 我想問問大家 你講錯的事情 跟客戶講 法律應該是在A規定的 你卻講成非A 明明是非法的 你講成合法 怎麼辦 包括我在內 很多人 曾經舉手過 當然 講回真相 給客人聽 認錯 律師做錯 要認錯 你知道中國大陸的律師 怎麼教大家 我記得他是一個 滿族人 孤隱其名 他說 錯的就一路走下去 不要改 你解 你解 客戶就會離開 我頓時傻了眼 我看著他 他又看不到我 其他人就是 不停點頭 點頭如中算 我就不是 搞錯 這麼說話 即是你跟客戶講 你給錢給那個官員 不可以 轉著頭 我自己說錯了 不可以這樣 千萬不要改 錯了 要照錯下去 否則流失客戶 客戶覺得你沒有權威 這個就是中國人教育方式 什麼叫中國文化DNA 什麼叫小農DNA 這些就是 這個才是真正的東西 接著我疏遠這個partner 和其他人做事 這麼可怕 真的 他給我的project 隨便應付一下 算了 不管他 不跟他吃飯 我好深刻 雖然不是說 你跟親的師父老闆 個個都是 可以的 你要獨立思考判斷 是不是 如果你沒有一些 基本的信念做基礎 無論你有什麼宗教信仰都好 你沒有基本的信念做基礎 玩完了 你人就玩完了 你每個做藍絲 每個做那些partners 你做律師也好 工程師也好 醫師也好 會計師也好 whorever 你沒有這種精神的話 你不是專業 你做記者 如果沒有精神 就是求真求善求美 你不要做記者 錯的就是改 錯的就是認 有客觀的對錯嗎 那真的有的 這件事真的有 那你追尋真相 然後很多人用這個虛無主義 相對主義就說 公說公有你婆說過 一人少一句 真相有點不緊要 和氣就行 你不和氣共產黨 就追擊你了 這就叫和氣泥 今天共產黨 就不斷創造一些相對主義 虛無主義 使大家不爭論 殺了人 不要爭論 六四三十五周年 你不要理會有沒有事 不要吵 搞什麼悼念 他們整個意識就是這樣 共產黨怎麼和劉細良 當然不一樣 一個大一個小 為什麼 我就這樣說 那你怎麼和劉細良和共產黨比 就是 死不認錯 丁蟹 劉細良 共產黨在這方面一樣 在這方面是一樣的 在這方面是一樣的 所以我整天 在中屋自己 千萬不要做成這樣 我給你機會 你認錯了 我給你機會 你道歉才撐你 現在是 你道歉 你認錯 我會欺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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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玩完了 現在呢 我想已經接近這個狀態 或者已經在這個狀態 所以見證到一個人格的墮落 最終是什麼呢? 內卷 內卷 中國文化DNA Put back to him 我已經講幾次 我的故事是什麼? 希望大家 每個人看這個節目 不是看我們這些人講話這麼簡單 都要自己謙虛和反省 自己對自己 自己對自己的家人 對自己公司的同事 對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 夫妻 兄弟姊妹 爸爸媽媽 子女 親戚朋友 都希望做到這一點 有直有量有多聞 直量多聞 理直 你 正直 率直 我一定原諒 有人可能是多聞 但不直 不量 這些不可以成為朋友 不直不量而多聞的人 往往是惡性最大的人 希望大家明白 講太多了 有一個小時了 浪費很多大家的時間 可能大家用快速 快速 可以自己看 任由你們 我們希望下一次 不再講這些 我真心不想講這些問題 我明天就去外面做很多節目 很多人說 山普你不要再講這些問題 我跟大家講一次 我沒有犧牲過分析 和搜集其他時事的時間 明天 不是明天 會有這個桑海神蹟 是不是 和傑斯一起做 講國際時事 是不是講足兩節 每節講整個小時 我哪有刁難 燈爛個身 我不是at the expense 我講其他事情 大哥 我也是做華語節目 今個星期做了幾集 講盡不同的話題 那你想一想 我每一次都要準備資料 找時間 對照不同的東西 之後講幾分鐘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真的能夠體諒一下我的心情 我不是那些 哎呀拍露袋 看幾頁新聞 然後出去亂吹那些 我不做那些 我雖然知道大部分人都做這些 絕大部分人都做這些 但我是比較有求真的精神 可能講出來的東西 是我有的資料的一小部分 但我掌握到這麼多資料 是我自己知識的一部分 I appreciate 有時我都會在這個鏡頭前 鏡頭下的桑譜 就是這個video裡面 講一下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點滴 我們近幾個月會少一些 我承認 那希望將來有機會 可以講一些 就是關於一些 學問上的東西 學問上的東西 不需要拋書包的 重點是重點 重點是relevant to 這個discussion topic 這個才是重要 希望大家要懷著這個心 不要懷著仇恨去對待 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懷著仇恨去對待劉世良 真的說得這樣 不要做hatred no ok 當它是一面鏡 可以說是摩鏡一樣 你怎樣形容它也好呢 你反省自己 即可 OK 共勉之 下一集再見